看到杀人精了 那边 这条是老家伙了 果然大耳上大鱼 刚才多大 完了 妈妈这个水壶上被海盔洗理过了 这些蓝色的液体 我看着就很有毒啊 这个 哈喳大家好 看到后面背景了 我们今天要出去钓趟鱼 那因为今天我们两个小朋友都不上学 他们学校放假 所以呢我跟我老婆想了一下 还是带他们一起去钓鱼吧 这样的话也可以亲近一下大自然 现在大家还吃早饭 我把船这些都收拾好了 一会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出发了 我们海上见 好了我们到达钓点了 看一下 今天风和日历 非常适合带一家人出来钓鱼 我们今天又来一个新的点试一试 这个点比上一次要稍微近一点 上次那个因为还是有点远 而且我们出门今天比较晚嘛 所以我们就找一个近点的 来看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上来就用个大耳试试 你要登场了吗 今天的主角也要登场了 好像没掉了 手伸了 我们看谁先上第一条鱼啊 这就来了 这就来了 哇塞不会吧 刚到底 没有刚到底就来了 这有点太快了吧 快点啊 你睡一会儿一觉好吗 又是不动的啊 可能跟上次一样又是link out 应该快上来了啊 勾了个啥 不是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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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勾了个啥东西啊 好奇怪啊 这啥味啊 我去 勾了个海葵 哈哈哈哈 勾了两个海葵 我说怎么那么奇怪 这也太搞笑了 呦呦呦呦呦呦呦 完了完了完了 妈妈这个水壶上 被海葵洗礼过了 呦 白色的大海葵 白色的 对啊 我们给它放回去了 那个上面有海葵的粘液 要擦一擦 送它回去 哇 还以为上鱼了 哈哈哈 第二竿啊 看看这回是不是要下去就要来鱼啊 童猫 你赶快说小鱼快上钩 小鱼快咬钩 小鱼快咬钩 等一下 你拿得动不这个 哦哦哦 哎 差点差点 今天流速有点快啊 可能我们这个位置 在一个海口 流速太快了 嗯 流速太快了 飘的太快了 我们肯定要换个地方 这里钓鱼的人很多啊 说明这下面应该有很多鱼 这两只小鱼追这只老鹰跑 嗯 勾底吗 完了勾底了 倒一把 勾得挺老的就是 嗯 好了 气沟了 这种鱼儿 这种沉底鱼 特别容易挂底 因为这些鱼都是在石头密布的地方 一不小心卡到石缝里就出不来 冲上来咱们就战损了 换一个更大号的来试试 我们去年最大一条一米多的林靠 就是用这个耳钓的 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好运 爸爸上鱼了 这次是鱼了 这次没开玩笑了 啊 这次没开玩笑了啊 这次会抖的 吃我这么大个耳的鱼应该也不小吧 我们给它整上来瞧瞧 哇 这个鱼很浅啊 五十多尺 是何等大鱼 哦 来了来了来了 可能要往呗 我把它拎过来啊 你伸下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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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嘿嘿嘿 合格的 第一条 有没有起始 怎么反正缩小了呢 是吧 在网里看看挺大的 刚好够 刚好65 真搞笑啊 在网里面看看挺大的 这条是老家伙了 哦 直接坐在里面了 果然大耳上大鱼啊 看看多大 希望不是勾在屁股上 勾在屁股上 会不会产生那种假象 来了 勾在嘴上 看看是嘴上吗 还挺大的 哎呦 还挺大的 Monsters 男网准备 快快快快快 男网 男网 嘴里还有个啥东西啊 嘴里还有只螃蟹 哦 这边两只螃蟹 两只螃蟹 两只螃蟹带了 哎 这不是螃蟹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石头鱼 石头鱼 石头鱼 好像是大石头鱼 哇可以啊 石头鱼可以拿包 可以可以可以 好像是的 对对对 嘴里还有两只 两只大螃蟹 这个可以啊 哎呦好大 这条鱼大啊 石头鱼多大丁 哇 哇 这小螃蟹身上还带毛呢 螃蟹呢 哎呀笑死了 哎这个可以回去养 又可以养起来了 对对 跟上次那个虾养在一起 他俩会不会相互打的 不会不会 小心那边勒掉他 这个家伙有点丑啊 浑身是毛 同胞你又有新宠物了 还有只呢 还有只在嘴里 还在嘴里呢 嗯 应该是 哎呦 像只猪蟹啊 小只猪蟹 第一次钓到这个鱼啊 大脑袋 脑袋很大 哎呦我的嘴里面是蓝色的 对啊 哎呦我的尾巴被他咬住了 他喉咙可都是牙 给他锁死了 我先给他处理一下 蛮好看的 我的钓友都睡着了 只能过军奋战了 现在这个点比较好一点 没有太强的水流 船基本不会移动太快 我们的这个点试试 上鱼了 爸爸 吃完饭 吃完饭 第一条鱼啊 不知道啥东西 可能是linko 小宝 小宝 爸爸上鱼了 小宝 爸爸上鱼了 嘿嘿 看看这啥东西啊 呦大石斑 哇哇哇哇哇哇 这条石斑大了 这条石斑大了 哇塞 这条石斑大了 哇塞这条石斑 我去 跟我一个小臂 比我小臂还长 这条真的是大石斑了 哇塞 就是有点瘦 我解释的 看到杀人精了 看到从哪里出来换气 哇那边那边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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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啊 怎么会就 一只呢 那到底应该成群了 哦那边那边 我一开始有一个摩托艇 跳了一下 结果一看 沉下去了 就知道是金鱼 我们提早回来了 就是因为小宝今天捉了不行 刚刚想睡到睡不着 然后一直哭哭哭 我们就早点回来了 不过今天还行吧 我们没钓多久 然后有三条不同的鱼 其实也差不多了 我们也不想要太多鱼 因为上次钓的几条大鱼 到现在还一直冰在冰箱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追求鱼的数量 不是这么的要求高 主要还是带孩子们出来转一下玩一下 到家了 回来还得把船稍微冲一下 主要是发动机了 虽然我们回来也是从河道回来 但至少还是冲一下吧 因为河道里面也会有沙子什么 新装的 派下用场了 相当方便 前后院都可以拉 给大家看见我们的鱼货吧 三条都还挺大个的 这石斑活着呢 看石斑只要有冰 这个鱼是可以不需要在水里面的 非常牛 今天就把这条鱼给清蒸了吧 然后这两条给它骗了 这个鱼我得看一下怎么整 这个鱼第一次钓到 也挺大一条的 这大石斑 生龙活骨 长得像是大青蛙 每次钓完鱼回来最不愿干的事情 但是没人干呀 还是得干 这条鱼长得真的像是大青蛙 像是大蛤蟆 还有两个小天线 挺有意思 生本石斑 我去 还想跑 这个鱼浑身是刺 所以我们还是小心点 这样就是一块完整的 拎靠的肉 这个到时候我们钓螃蟹用 这里一块黄色的是什么 是它的干吗 这个家伙的胃里是鼓鼓的 我们来看看 果然是只螃蟹 这都是被吃掉的螃蟹 看来这个鱼是专门喜欢吃这些 甲壳类动物 它这个鱼竿真的是 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的 橙色鱼竿 终于下来了 终于都收拾完了 来 哎呦 谢谢同胞 请爸爸吃炒饭呢 真棒的 你自己吃吧 冰淇淋给我的妈 谢谢 爸爸这个 刚辛苦完就有冰淇淋炒饭 哇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大师班 我们来尝尝看 在干啥呢 你请他吃菜呢 呦呦呦 不能搓这个 你把观众朋友们搓坏了 爸爸来尝一下这条师班如何 我看不见了 嗯 好香 嗯 哦 好猫 这块肉 是最好吃的 嗯 就是这块脸颊肉 脸颊肉 脸颊肉 嘕嘞 哇哦 张嘴 吃完变成绝顶聪明的小朋友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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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聪明 聪明决定 不用决定 决定就决定 好吃吗 嗯 多吃点啊 也需要来点啤酒啊 嗯 要来一个吗 来一个 那我吃吧 太香了 嗯 好吃 要炒炒 你要炒炒 大虎葡萄吃虾 妹妹吃吗 要不吃虾和虾 它会炒饭 好吃吗 干白 好吃 干炒饭 好 快吃吧 辣 谢谢点赞 好 拜拜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我们下回见